记者黄建豪台北报道,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争议一年多来,兼任董事长的台北市副市长陈景峻昨天宣布庆辞, 北农常务董事之一的中华民国农会总干事张永诚认为,这代表台北市政府在北农的决力兼斗输。 对此,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,这也没办法,下一步该怎么走? 柯文哲重申,要再跟农委会讨论受委托经营台北市果菜批发市场,掌管大台北地区输果供应的北农公司, 虽为民股过半的民营公司,但台北市政府与农委会分别持有22.76%股份, 双方默契为公司总经理由农委会推派,董事长由北市府推派, 但在陈景俊提出请辞后,北农内部担心,未来公司掌控权将多由农委会主导。 柯文哲今上午出席联合医院举办的国际市制月健康动势集活动, 被追问陈景俊所宣布将于9月底请辞对农董事长一事,下一任董事长要找谁? 是否由公务局长彭震生接任? 柯文哲均表示不及,这还要跟农委会讨论,张永诚分析, 若因陈景俊庆辞,使得北市府再失去一席董事席次, 恐使得柯文哲要退新任董事长时,难以寻求支持, 且在北农23席董事中,农委会已掌握过半席次。 柯文哲回应,还要跟农委会商量, 至于对沟通有无信心? 柯则称,可以了,双方要坐下来谈媒体追问, 北农董事长位置是否会被农委会拿走? 柯文哲坦言,也是有可能,张永诚指是否在北农决力中斗书, 是否承认这句话? 柯文哲回应,这也没办法。 柯文哲也说,陈景俊过去一年多年来, 提过辞呈好几次,这次好不容易撑到总志寻完, 感觉大概也是心力憔悴,累了。 对于陈景俊夹在白绿之间成了夹心并钱。 柯称,好像问题他也没办法解决, 才同意他辞职。